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俊講的精彩繼續 因為有陳果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好導演說故事特別精彩 特別出色,畫面感 我們畫面到青山之可子 一摔下去就說,我錄一次下面就不能錄 後來完整地錄了兩次 應該是,不可能不來浪費 題外話,我還記得有一部電影 就叫南京的基督,是不是你做副導演 是,做策劃 就是歐丁平拍的 日本女主角叫做什麼? 傅田正子 前晚我看一部電視劇 看一部日本電影見到她 今年已經有少少 我們現在的圓田之勢 藥絲軟博子 全部都上年紀 五十多六十 為什麼要提這部電影 因為蔡先生有說過 庫田正子都有裸體鏡頭 有的 她要拍裸體鏡頭的時候 突然跟蔡先生申請說 日本有事 所以我就要請假 她請假去日本回來之後 原來她知道要拍摩三戲 她回日本做龍胸 很專業 回來跟蔡先生說 為了角色好 以及履行我作為女優的責任 因為日本的女明星 不是AV那些 她們是很專業的 我們知道什麼松阪慶子 原田美智子 全部都剝衣服是等閒事 對不對 這個庫田正子 請假回來 結果 波就大了 你覺得大了 蔡先生說 我又摸摸過 我看又不記得 但你是插畫 你應該在現場 畫畫 沒有什麼分別 可能按下去 硬一點都未定 因為做了 因為不知道 但是你在連串 做了兩部導演的戲 不是很理想 當時你自己的感覺 你想靜下來 當然也有很多 你手可熱 做副導演 做製片 做策劃 這些很多戲找你 你是什麼時候萌生的念頭 要另辟契徑 而有別人不走的路呢 其實我不想做 那時候很徘徊 剛剛陳友在廣州開電視台 就找我去做 幫他做 是嗎? 你有去過嗎? 盧永強那些 我跟盧永強第一回合 不過我做了不止一個月 兩個月 我就走了 我北京的編劇徒劉毅 是呀 在那裏出來的 那時候我已經走了 我是開芳牛 我跟盧永強 在廣州 待了一個月 我發覺 我說盧永強 我不行 這些 因為那時候太多人際上 尤其是在大陸 那個交往很浪費時間 我覺得不是拍戲 我就覺得不行 我要回去拍戲 是 那時候 錢小偉也找我 哎 花偈少林 我做不做 不是 花偈少林之前 劉鎮偉 這套天長地狗 天長地狗 因為中間有人離開 後回來補鑼 補鑼後 之後A、B次市就說 不如做花偈少林 然後我就 好 我回去和大陸開始 deal 是 九二、九三年上下 是啊,沒錯 那做完之後,那怎樣呢? 當然,你去的時候,一直拍的時候,一直思考 我雖然不是一部導演,拍了兩部,都是兩部導演 兩部導演都不成功,又未上不到 嘩,好像我做副導演,拍的戲都爛尾 我要想一想,然後我就很靜靜地做 一直做,到劉德華的天意地 在天津黑的 他又叫我去救火 韓幸那些 我就上去救火,救火的期間 陳少霞做女主角 陳少霞,還有現在很紅的大陸 有一個女生叫余飛鴻 當時拍完之後,就剩下了很多電影 拍不完,接著拍電影就剩下了 台灣人就剩下了,不怕了 公司就不怕了 所以余佬就是余韋國,羅德華的同學 天洛就不拍電影 但飛鴻被我保留在公司的雪櫃 為了他,我買了一個雪櫃 有多少呎?有沒有十萬呎? 沒有十萬,四、五萬呎 四、五萬呎 四、五萬呎也是一部電影 四分之一 都可以的 大陸有三分之一 大陸片廠是三萬至四萬呎 有四、五萬呎已經夠拍了 夠拍了 所以當時我就開始想拍什麼 我要用這批飛鴻去拍一部 屬於我自己做主的電影 當時這個 這個想頭一想,我拍九七 那時是九五年還是九四年? 那時是九五年左右 九五年左右 然後我九六年拍的 九四、九五這兩年 我一邊做,一邊思考的問題 我一定要拍一個自己 屬於自己的電影 因為你知道 香港當年對這些政治很冷感 沒有人在意 什麼叫九七的事情 不用說 然後我就 想一想一想 就開始寫劇本 開始寫寫寫寫寫寫 寫完之後 我覺得 那天寫劇本的時候也很厲害 那些靈感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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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糟糕 我記得 阿恩找我去做上海拍的那部 詹愛玲那部 叫我做策劃 那時 半生緣 半生緣 那時時間不好 因為阿恩是我一直都喜歡的導演 是 我又看《風潔》開始 本來那套《談不落海》 我有份做長記 那時在歐的影片做美術 哇…很開心 誰知道 某些事情 不知道什麼事 沒拍了 一年後再拍的時候 已經換了人 每個人都有工作 我就去不了 那後來就去阿Paul 以前的輔導員阿Paul Paul 張 Paul 張 Paul 張 Paul 有好幾個 Paul 張 Paul 張 現在在英國 移了英國很久 然後我就考慮了之後 我覺得 我應該拍九七 因為九七 沒有人講這些回歸問題 我就寫了劇本 我就給舒淇淑看 舒淇淑導演 舒淇淑導演 所以我說 劇本還可以 你都賺錢拍 我說不行 我不賺自己拍 我不拍 我要自己拍 不賺投資方 不賺投資方 全部自己決定 我就籌了五十萬 我自己拍 因為我計過 我五十萬衰了之後 我就當膽落海 不是很大筆 如果說五百萬 五十萬就不賺投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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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決定自己拍 自己拍之後 你就做很多 什麼都自己來 你的班底 余偉國 余老一直是你的班底之恩 沒錯 當時我在廣東道阿華哥公司上面 他那時在龜的大廈上面 有個辦公室 我便在上面籌備 另外你的攝影 攝影是林華傳 不是 開頭不是林華傳 我姓盤 我姓盤 但是林華傳後來有很多電影 是幫你受的 是 屬不屬於電影文化中心同學 屬不屬於電影文化中心同學 所以就是你那些 因為這些全部 好傾 不是市價來幫忙 其實九幾年的時候 電影都有點 因為九三年之後 做得不開心 我說 歌者亂歌 不是 他拍了黑社會的那個 藍爾先生那個 演戲之後 就被人解僱了 被人解僱了 還是被人解僱了 我沒有生氣 總之 我說 喂 你做攝影行不行 啊?我做攝影 我還沒拍過 你行不行 有事 哦 就拍 哈哈 林華傳那時候 在Teddy Lowe那時候拍MV 喂 不如你收音 哦 也可以 就這樣 沒有聽到 自己有 沒有錢的 將來有錢才算 沒有錢 沒所謂 不是 你有事可以做 你找別人來都行 沒所謂 因為你不是正常的香港劇組 總之要開工就來 找人替你又行 反正就不要跟我計三個月四十組 這樣 不能計算 但是呢 香港製造 最重要的是 又造就了一個演員 李燦芯 怎麼找出來呢 李燦芯這個角色最難找的 其實我很難找的 因為找了很多次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又想著 這個人應該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打算運動型 球場什麼我都行過 Disco我都行過 很失望之餘 終於有一天 我試試板仔 即是滑五滑板仔 因為滑板仔 那些東西很trendy 他的穿髮 譬如他穿短褲 整個孤狗露了出來之後 你覺得很有型 我就看一看 咦 他那些棚骨 很瘦 很瘦 瘦到來不是肉酸那隻 有些人瘦到來沒有飯吃 他不是 他是瘦到來很鬼有那種爆炸力 接著我就 嘖嘖嘖嘖嘖 我是製片 問你有沒有興趣拍戲 我免得說自己做導演 哈哈哈哈 免得人去查 免得人去查 這兩部戲 哈哈哈哈 我說我是製片 有沒有興趣拍戲 拍戲 不是就不要搞我了 接著就 不搞也好 先留電話給我 接著 我等他回覆我 兩個星期後 沒有人回覆我 我最追他 剛剛他經過廣東道 上來公司 一進來看 都說是公司 起碼不是騙人的 哈哈哈哈 真的進去公司 才開始 表示有興趣 有興趣 才開始 在做電工的 在做大廈安裝光管的 那些事 接著才叫探 進來 進來之後 就 OK了 我就排戲了 開始排戲 然後 總之就 總之你不害羞就做到 我不要求你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氣要流淚 總之你做吧 你不要理 接著就拍了 那些 因為 這麼低成本 要不要走鬼 場地 那些 當然要 我拍山頂 由頭到尾 因為那場 跑下來 我跑了四次 因為你知道 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量不到 你上去 你跑下來 那一下 你不通拉尺 哪裏拉 跑 那風力勾了 為什麼 因為 你不能拉尺 那些危險地方 那些人一經過就會報警 我們由山頂 趕到沙尾 我又再上去拍 我才拍了幾天 每天 每天拍 每天才拍完 那一場 那天 阿柯又沒有空 是我拿著機 那當然要退 回去一看 很慘 但是呢 多辛苦 結果拍了多少工作日 哇 我真的沒有計 尾尾都要有三十個 是嗎 不是正常 那些 就是段段續續 以前的 working days 是可以的 現在的身材 十五天 叫你收皮 以前是 你看香港製造都拍 夜幾三十個 是啊 我真的認真去拍 不是趕頭趕命 沒有趕 現在我趕多 以前趕 那拍完之後 剪片剪了多久 哇 剪了很久 我自己剪的 因為你有個檔子 叫田十八 就是專門做剪接的 是啊 我免得出名 然後剪了 你知以前的剪片 整間屋都是剪片的 但是我覺得剪片這一環 當時來講 我第一次剪片 雖然我們做剪導演 因為剪導演 跟後期的以前 現在剪導演 不跟後期 不知道為什麼 就什麼都學了 什麼狀態你都看到 前面物化你都會剪的 剪了之後 出來到來 覺得都不錯 嗯 正正式式就撞到九七 很多電影只想要這部戲 是 因為他是唯一香港 講九七 誰在幕後幫你助力 其實最大的功勞 都是舒奇 因為 舒先生當年 我一直給他看 看完之後 覺得 都OK 那部戲 一講 就傷害朋友 本來香港電影 國際電影是想的 是 他們不要 既沒有眼光 不要之後 不要好 因為你要了之後 那個世界首映 變得去不到別的地方 是 反而不要就好 就是 幫你贏 臥底幫你 因為不要 其實舒奇 又在報紙罵 罵到我也不好意思 因為我跟誰都很熟 阿桃 不要緊 然後不要 後來電影節 打電話給我 阿桃 可不可以拿一套片來 因為今天我們做了一場特別長 不是公開放的 接著我托著 Copy 去到太空館 放在那裡 打電話後 我就拿走 是 第二天電話來了 電郵來了 很多電影者邀請你去 因為過了一場很多走電影節的人去看過 阿桃都幫到你 舒先生的催谷之下 都算是幫到我 罵了這麼多 日日日寫文章 罵你 怎麼都要展示 神秘手影 沒有啊 他不是公開放的 他是所謂的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全部都是行家去看 行家一看就知道有沒有了 所以就這樣 我就跟Sam第一次搭上 Rocano典節 他去到之後 你又更加感動 因為 Pieser 八千人坐在那裡 顏幕這麼大 看完 他們對香港認識不認識 看完之後 全場鼓掌 年輕人喜歡 Sam到死 大佬 李燦森 是啊 因為覺得他有型 那時候Sam的著法 其實我們去台灣宣傳 那時候台灣人都覺得 哇 那時候台灣都沒有開 沒有 當板仔衣服 全世界見到之後 其實就統一了 但當年台灣都沒有板仔衣服 那種影響法 你是覺得 嘩 什麼叫trendy 因為 香港製造入面很多衣服 都是Sam自己的 加上余佬 有一個朋友開時裝店 我們拿了那些衣服 整件事出來 我記得彈特志那時候 講這部戲 沒有太平衣服 最佳服裝 是一個失敗 遺憾 你是去完盧家樂之後 出口轉內宵 才是香港上話 還是香港的上話 去完回來 但是香港上話 都很控動 都很控動 因為這個戲 當然 他控動的意思 他就覺得 一來便宜拍 二來你拍一些 叫時代感的電影 是香港沒有人做過的 然後他不是影響香港門銀 是影響台灣 影響韓國 日本 甚至中國都影響了 當年我去到那裡 都覺得好像 我是明星 那你在決定做這件事之前 你有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因為有些導演 未拍完這部戲 就想自己去拍展 先做好自己的本分 當然了 先拍好先 因為我沒有針對影展拍的 針對影展拍的 可能很多東西很悶藝的 是喔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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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有動作 應該是要怎樣 就是怎樣 講得不好聽 工業味很重 是 因為我們 工業出身 是 那你 這裏這裏 但當時在香港上 還有一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就是 50萬 自己拍戲 用人家 每個人不要的菲林 這是其他話題 第二個話題就是 劉德華是大力幫助的 是 劉德華是幫助哪方面呢 除了 出名 他掛了監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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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因為陳柏 他也要看片 魚佬 我們也是在那裏拍 魚佬那天來看片 看完片就 嗯 不錯 然後就談 劉德華同樣的好意和行為 後來靈浩又瘋狂了石頭 沒錯 都是類似的 所以他很有眼光 還有對於這些新導演 他跟其他電影人不同 這個都要賺一下 有的 如果不是 電影出來可能是 話題性在 不知道 藤花一二元 我不知道 總之 這套戲 明成 你未必就賺很多錢 有錢賺 賺不賺到一個開 還是幾個開 五十萬成本 我不記得 但偶爾也有錢分 因為電影是長尾理論 一套好電影 到今時今日都可以有錢分 後來賺多少 其實你不介意 因為這部戲 既定了你 改變你命運 改變了少許 改變不了 明明那邊 一樣還未娶老婆 未有子女 沒有的 因為我們拍indy 老實實 其實我可以做工業的 那部戲之後 其實很多人找我 但是聊一聊 我覺得 只是想控制你 我懶得了 所以你第二部戲是什麼 去年煙花特別多 去年煙花特別多 都是劉德華給錢的 第二部是什麼 去年煙花特別多 然後再加上一套 是不是叫做小路牆 小路牆 本來都是他們給的 但是後來不知為何 他們後來覺得 你最好賺外面的錢 就不用給了 然後我說 既然這樣 不如我拿出去吧 大哥 那些三部 就是成為你的香港三部曲 是的 但是你跟著 有很多人 像你所說 拍了一部戲 可能是 什麼狀棍 這麼好 你用菲林 找到這個題目 不會成為陳果 起碼是一家之營 是不是大師 我們現在不要這樣說 跟你老友 但是起碼陳果風格 陳果系列 另外一部 令你起床的 叫《榴槤飄飄》 應該說回頭 其實我想 那時候都沒有想著 拍三部曲 我去拍展之後 我看到外國人看那種 對我們香港的電影 有如此瘋狂的時候 我發覺 咦 可以拍多一個中年 講香港回歸 一個少年 拿這個年紀 去分別香港回歸這個時刻 然後我就覺得 好 回去拍 我就覺得這樣寫 就寫了三部曲出來 劉聯PVU 是因為拍了 路牆的時候 拍了一下 我們是波蘭街 上海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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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百人都站在那裡 馬虎帶著女兒 還有看而罵那些麻辣佬 都多 茶餐廳被人坐滿了 好 找女兒 在那裡 是一個特別好看的風景 沒有理由不拍 為什麼沒有人拍呢 接著我就一邊拍一邊做 就想了 拉著 抓住 臨河船、攝影師就天天坐在桌上觀察 看馬夫、看女兒 馬夫是怎樣觀察 四川、港德國、上海的 什麼都做完了 基本上什麼都做完了 全部都體驗過 我們回到深圳 還要找一些曾經下來 回到深圳的女兒 其實某些情緒上大同小遇 因為他們的心態 笑貧、不笑戳 這個基礎之下 其實某些程度上 比我們香港很前衛 放開的 正如戲中所說 他們賺五萬元 回去做小生意 當年的五萬元應該也不錯 很少的希望 但這種小小的奢望 用青春去教援 這是一個很好寫的故事 榴蓮飄飄 謝夫 我們這個頻道 每個人都問 日本海報 以為是 我表示對你的致敬 和喜愛 當然 我曾經是秦海路的經理人 是你介紹我 所以我和小路很熟 我覺得這張海報很漂亮 因為他是大年人 是你 是 劉蓮飄飄 進入你的妓女三部曲 兼 陳果 其實在後面的戲裏 另外有一種遺眼 秦海路 周順 曾美慧之 香港導演 找大陸女星都沒有你這麼厲害 找到都中 男星都很厲害 影后就是什麼 不說男星 說女星 妓女三部曲 當然是說女星 真的 這個呢 又要休息一下 我們進入下一集 說妓女三部曲 你怎樣找周順 秦海路 然後到三夫 去租賊別人的 低低的 曾美慧之 其實別人不知道多好演技 我們休息一下 越來越精彩 越來越瓶 越來越了 越来越ommt 越來越頂 越來越細重